我们暂停开放这个餐饮餐厅内用 防疫记者会上台南市长黄伟哲宣布 和餐饮工会及夜市自制会代表开会结果 原本是全台六都中唯一开放餐厅夜市 有条件内用的直辖市 决定跟进其他五都不开放内用 大家会认为说我们这个时候 还是不要脱下口罩内用比较好 现请我们的市政府这边 餐饮业暂时还是先不要内用 我们无情台东会议我们这协调的 我们现在的意思是说做外带也不要做内用 餐饮工会及夜市自制会代表 替黄伟哲决定暂缓餐厅夜市 有条件开放内用决策背书 时间回到七月九号 既要他们不会饿死也不要他们病死 所以说这样的原因 就是必须要做一些的配套措施 中央公布为解封指引 台南市长黄伟哲定调开放夜市餐厅 有条件内用金句连发 小吃摊还有这个餐厅能够稍微透一个气 要不然快窒息了 黄伟哲的用意原本在力挺庶民经济 不过网路风向几乎一面倒的反对大于赞成 黄伟哲与网红开直播卖芒果引来网友留言 为什么台南要开放内用 台南会不会心脏太大磕 让市府团队紧急开会 做出暂缓决定 我想说不是历史中央 因为中央是提供了一个行政指引 各地方政府可以开放 也可以不开放 黄伟哲针对违解封 有条件开放内用的决策 全面反转顺着防疫民意考量 三地区王少宇文文台南报导